第二部份继续有梦翁 今天再讲讲另一个话题 就是现在美国大选很快就到了 11月头,还有一个半月左右就来了 但是美国那里有一个很大的动作 就是早几天,美国驻华的大使布兰斯塔德突然之间离任 但是如果做得不好的话 通常都说多谢你这么多年的努力 今天一句就算了 但是你见到国务卿蓬佩奥是给他一个很高的留言 就是说他完全可以抵抗美国的利益 现在有很多證券或中美研究的学者 就说这个有可能是部署有可能断交的情况 就是因为现在把最高驻华的桥梁除掉了 那你觉得是不是有这样的情况可能性呢 我觉得来说 就是以布兰斯塔德这个大使 在此时此刻宣布 这个十月初就会离任 是吧? 回到美国呢 是一个不长的预兆来的 为什么呢? 因为我们记得 在1949年 8月2日的时候 当时美国的驻华大使司徒雷登 就离开南京 就回到美国 自此之后来说 一直到1978年 这个12月16日 然后才来说 由邓小平访问美国的时候 跟当时的卡特总统签署了 这个建交的公布 一眨眼 就39年去了 即是中美的隔绝 好了 今次 布兰斯塔德里面 这位大使呢 他的来头不小 早去当年做州长的时候 那时候 习近平呢 在 这个河北省政定院 做原委书记 的时候来说 就已经去考察 美国的农业的时候 就曾经去过 这个 这个 布兰斯塔德所在的州 那些农业的后目 那当时 这个 布兰斯塔德 就作为州长接待过他 所以他 就曾经被 中国称为 中国人民的老朋友 但是 他在此时此刻里面 去宣布 这个 离任呢 为什么我说是一个 不长的 这个预兆呢 大家可以想象 因为 还有个多月 11月3日 呢 美国总统就大选了 在现在呢 就 这个 作为 这个 特朗普总统里面 就如火如荼 开展他的竞选的 运动 他不可能在这个时候 去新任命一位 新的 就是 駐华大使 何况呢 他美国 就是駐华大使的 这个委任呢 他除了政府 就是说 总统委任之外呢 还要得到 这个 就是国会的批准 要参议院外交委员会 的赞成 才可以在 国会里面 进行一个 任命的表决 所以就说 你一个多月 就已经 这个 要竞选了 所以根本上 他 就算提名任何人 都来不及在国会里面 去进行 因便 所以 换言之 11月3日 大选之前呢 是 不会有新的 駐华大使 好了 而11月3日 那个 大选结果 结终之后呢 要到明年的1月20日 新的总统才会 就职 宣誓 然后再去处理 其他人士的任命 那就是说 到头来 新的总统 无论是 特朗普连任 或者拜登 这个当选好 他都要到明年1月20日 就任之后 整好他的内阁 搞定所有的事情 慢慢再去委任 一个駐华大使 然后再要委任之后 再经过国会的审批 那里呢 起码最快都要明年3月 是 起码半年 才有駐华大使 在北京 换言之 由现在开始 半年之内呢 中华人民共和国 是没有那个 美国的大使 在书的 所以作为 大使是代表国家的 最高级别的人选 是两个交往的 一个正式的 高阶层的一个渠道 就是 换言之 由现在开始 中国和美国 这两个 即是世界上 第一大经济体 第二大经济体 是吧 影响力最大的 一个世界最大的 发达国家 一个世界最大的 发展中国家 竟然间 是没有了一个 就是 美国驻华大使 在书 所以就说 那个中美关系 就只会是继续 这个自由乐体 一般的 往下这个恶化 嗯 就不会有个好处 是 因为根本上 你中间那个 传华的渠道 是 交涉的渠道 都没有了 再者 美国大选里面 其实就是 三大主题 一个经济 一个疫情 一个中国问题 而这几件事 是相关的 按照特朗普的说法 美国的疫情 这个 这么严重 是 归根结于 就是中国最初的 那个隐瞒 好了 就由于这样的疫情 就打击了美国的经济 本来我的经济里面 已经是几十年来最好的 是吧 因为他将那些企业的 所得税 由35% 减到21% 另外里面 失业率 降到3.8% 是50年来最低 那他里面来说 就是 砌造了最多的就业崗位 那样 还有 美国的股市 三大指数都起到历史高位 那样 他认为 如果不是 疫情的影响 我的经济不会说 谁影响疫情呢 他就赖中国 是吧 所以变成 到头来 他就在竞选过程当中 就出力 这个对中国的强硬 这个是必然的了 但问题就是 现在虽在在美国 在美国 无论是共和党 还是民主党 无论是政府 还是民间 无论是政界 商界 学界 对中国强硬 对中国 这个认识 已经是 达成了一个共识 是吧 一定要对中国强硬 两党的竞选 是斗对中国强硬 而你看看这个 特朗普 去攻击拜登 其中呢 就攻击这个 拜登里面 是亲中 是 用这个牌 而拜登 为了证明自己不是亲中 他也会 打中国牌 甚至在他最新的民主党的党纲里面 是将一中原则 都勾销了 嗯 所以就说 我觉得 由现在开始到到 11月3日 嗯 那个 美国总统大选 中美关系 只会是 继续恶化 嗯 所以透过这个 就是 布兰斯塔德里面 那个 那个 这个恶化里面 是 不知道会去到哪里 是 是 但是与此同时 就是这个 美国的副国务卿 就是六个副国务卿 主管经济的那位副国务卿 接下来就会访问台湾 那其实呢 我都要副国务卿 去得台湾 国务卿 去台湾 其实都不是一件很难想像的事 那你觉得 其实呢 你刚才都说了 中美关系 一直在圆崖式的跳崖 去到多低 大家不知道 到底有多低呢 你觉得有没有一个可能 去到呢 就是中美会团交 而台美建交呢 这一件事里面 都不排除这个可能性 是 因为很简单 今次 美国副国务卿 去 礼拜六 本周六 就是说这个 就是后日 去这个台湾 他名字上 就是出席 前总统 李登辉的 壮例 嗯 但实际上 这个呢 不是偶然 为什么呢 因为 北九前 美国的卫生部长 才去过台湾来访问 所以 现在来说 美国 各个国务院的系统 除了蓬佩奥 就到这个 这个次卿了 他这个 副国务卿里面来说 去访问台湾 也都是1979年 租美两国建交 这个美台断交之后 在美国外交系统的 最高官员去访问 好了 不止 不止这样 你一个副国务卿去访问台湾的同时 美国驻华大使又莫名其妙 又去提早离任 是吧 原空了那个崗位 所以两件事一合起来 你来看 就很显然 美国 一系列的 由贸易战开始 然后呢 到了 北九前 在南海里面去 去造势 搬到东盟 南海沿岸各国 来到去 对付中国 说中国在 南沙群岛里面 弄了美濟礁等等 永暑之那些 是将南海军事化 来到去 去针对中国之外 之外 然后里面有 西藏牌 又新疆牌 又跟着香港牌 那现在呢 其实这个 副国务卿 去访问台湾出席 李登辉前总统的葬礼 这个也是打台湾的一种表现 可见来说 美国 总统特朗普 和国务卿 蓬佩奥 他们近来一系列的 针对中国的言论 说要和中国脱钩 说中美进入了全面的冷战 那这些东西来说 其实就是 可以说是冰冻三尺 非一日之寒 嗯 因为我们不要忘记 就是说 在前年2018年的10月4日 美国副总统彭斯 在哈德逊研究所里面 就 就中美关系发表了一个讲话 被外界舆论称之为是 继休吉尔 二次大战之后 发表铁幕演示以来 最重要的一个西方主要大国里面 对华的政策演示 嗯 很显然就说 在过去一段长时间 就 美国 本来来说 在1969年那时候 制止了布里茲尼夫 即是苏联他们 对中国实行外科 所熟悉的核打击 以来 那后来就乒乓外交了 那一路以来 就中美的关系 变了前几年 就开始了一个转利点 虽然在前次 就 美国里面 被中国最卫国待遇 2001年 就支持中国加入WTO 这些是给中国带来了很大的 一个改革开放的红利 嗯 同样就是 美国就指望中国的经济市场化之后 希望它能够是政治的民主化 社会的多元化 但是它就 看到 中国的经济是发展了 强大了 但是中共 就是它的意识形态 它的社会制度 它对社会 对整个人民的控制 反而是越来越收紧 就朝着他们所期望的相反方向去走 所以它觉得 来说 过去 乃克逊总统开始的接触政策 是失败了 所以它觉得 在一个这样的政权 它能够在2013年4月7月9日文件 公开向全世界宣布 是说 不讲普世价值 不讲新闻自由 不讲司法独立的 它这个价值观 对西方世界意味着什么呢 后来又说 厉害了我的国 一路到来说 这几年来 比如说 胡锡进之流的声称 要把核弹头提高到 1000枚 周制度打100枚 加强对美国的威胁力量 一路到前几天 是吧 有个所谓沈宇洋公学院的教授 赵胜业 提出毁灭地球的三个方案 这些东西 是黏着线的 再加上 2001年的时候 1911世纪 世界上除了拉登 支流 欢呼着弱之外 就是 有一串的中国人里面 去鼓掌 欢呼 然后呢 今次新冠疫情 一传出英国首相 约翰逊 他中了招 领了野 中了新冠病毒 竟然内地有47万人 点赚 我问你 这个是什么价值观啊 对 甚至于沈阳有间 火锅店 整个大的 吹脏气球 那些 这样的 横额出来 是吧 欢呼美国 日本的疫情 这个很厉害 这个很厉害 凭空聂造的 美帝无我 知心不死 这些宣传 都造成了极端的民族主义 和低智商的民粹主义 没错 我们中国 改革开放 正如邓小平所说 中国对外开放 最重要是对美国的开放 中国对外关系 最重要是对美关系 并且邓小平曾经 说过 你看看二次大战 以来几十年的历史 哪些国家和美国的关系 搞好了 都富翔起上来 那你现在何必要反其道而行之呢 其实我们过几月前 跟孟雍你做访问的时候 你就觉得 现在大陆一定要沿岸 北京一定要沿岸 但是不但没有 现在好像越来越走得远 你觉得 其实这个 全世界所谓信奉的 一中政策 其实是不是应该 现在可能已经凍过水了 因为 最近 我们在哲克的议长里面 去访问台湾 王毅访问欧洲五国的时候 曾经公开抨击 说要哲克付出沉重代价 马上就给德国外长 当面来回敬他 是吧 就是说 我们欧盟是团结一致的 这种威胁的语言 这种造作 在我们这里是不适用的 好了 跟着手 你本来来说 早几天 有一个叫海峡两岸论坛 在廈门举行 国民党也委派前立法院长 也都是原国民党的副主席 王金平准备出席 去出席 谁知道你央视里面的主持人李鸿 又说 这人前来求和 台海兵空战危 此人前来求和 这种蔑视的贬称态度 搞到台湾里面 舆论当堂 就挖延 是吧 国民党最后里面 也都宣布不出席 这个 他们不能选择 他们虽然 拿来搞 真的拿来搞 这会令我们在世界上四面殊敌 十面迷伏 朋友越来越少 敌人越来越多 这对我们改革开放法制的大局 是不利的 对我们国家要走向真真正正的现代化 是不利的 对我们十四亿人民的福祉 是不利的 但是呢 其实孟雍我想问一下 其实现在好像是 习大本身是这样 他们整班人是因为拆鞋 拆到上路 跟着习大那条旗去做 如果你以前 胡锦涛的时候不是这样的 江泽民的时候也不是这样 现在习近平也是这样 其实习近平是不是才是问题 最大的problem 因为中共的权力运作也好 或者抉择流程也好 他是 所以强调党和国家的机密 他就不具有一种透明性 是吧 也都没有外人民的参与权 最简单 就是港区的国安法 到6月30日晚上11点 刊献之前 我相信没有几个特区政府的高官 或者我们的市民 能够知道他的具体内容 就是这样就出台实施了 这个刊献了 就是说 从这些 我一页知秋 我们就 管中挥炮可见一班 就说 他因为缺乏公开性 缺乏透明度 所以你说 是不是习近平的思想 他的路线 导致今时今日 这个战狼外交 或者是 在内地的政治倒退 就是 我们的小民 就是说的 不得而知 嗯 但是 无论如何 既然 就是 有人去宣传 说习近平 是定于一尊 一锤定音 无论如何 我相信 如果为了我们的国家 是吧 根本利益 为了我们要继续享受 这个改革开放四十年来的 和平红利 改革红利 是吧 这个对外开放的红利 我相信 应该要 就是 好地去 就是 在政治上 思想上 外交上 法律上 社会上 文化上 是吧 在意识形态上 各个层面里面 去做一个反思 但是 你应该有提 就是早两天 这个 又有中央 包括习主席 出来表扬这些抗疫英雄 有钟南山 有几个 于是 这件事 其实是令到西方社会很大反应 其中有一位 就是英国政府的军事顾问 这个简直是战争罪行 就是 你有这个病 然后就传播到全世界 然后你就用了这段时间 就是在经济上 去笼落又有 然后 我给你这个物资 去笼落又有 就是说 你还做这些事情 其实 在这些环境 就是 如何它的思维模式 是可以 硬到底的呢 就是你觉得 不可能的事情 是每天都在发生的 现在 就是 我觉得呢 还是回到头头所说的 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 你一个政治路线 思想路线 乃至外交政策的推行 要看看 这样实践下来 对40年来 改革开放成果 你究竟是发扬江大 还是将这些改革开放40年的老本 一次去 敗家仔 敗青江呢 那我们要看一个实践 就是说 我们的经济 究竟是向前发展了呢 还是经济里面去停滞 这个倒退啊 这样 我们的多种经济成份 究竟是 如我们 中共在十三大 提出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的时候呢 是要多种经济成份一起去发展呢 还是 继续搞什么 这个国进民退 甚至乎 山西平洋 竟然间将200户居民的那些物业 毫无法律根据呢 去收归国有 不如赔偿 搞这些完全是 这个 是第二次的 这个 土改 第二次的公输合营 这些东西呢 打土豪 分田地 这些东西 我们要去看一看 我们所做的东西 里面来说 如果是违背了 40年来 改革开放的成功经验 而是走回去 以前阶级斗争迷光 文化大革命 什么毛泽级专政下继续革命 那套东西的话 正如邓小平 九二年南巡港说 是吧 就死路一条 所以我希望 就是中南海本身 对于现在 所奉行的各个领域 的路线方针政策 是吧 到底实践 检验下来 它是 起了正面作用 还是反面的作用 是吧 那就是 我一定要去面对 不要搞一些 就是 虚假的宣传 掩耳盗铃的宣传 是吧 就是我觉得来说 我们从国家的长治久安来说 觉得对于国家的 真正正做到 富强 民主 民明 和谐 美丽 这个中国的建立 就是 就是 应该要坚持真理 修正错误 对一些就要坚持 错一些就要改正 但是梦翁你觉得现在 其实情况 距离一棵青台就有多远 基本上来说 现在是一个很大的危局 因为 很简单一件事 就是 这个 邓小平所说到的 中国对外关系最重要的是对美关系 中国对外开放最重要的是对美国开放 现在中美的关系 就是 可以说是1971年 乒乓外交以来 最危局 现在中美之间的 全面的脱钩 冷战 对抗 也可以令到世界 即是说 自从1962年10月 加勒比海危机 古巴导弹危机以来 令到世界 也是处于空前 空险的地步 所以我觉得在这里 不能犯历史性的错误 不能犯颠覆性的错误 最后一个问题就是邱藤华 他这几天大声地说 香港出的课去美国 不可以写中国制造 是不行的 这个应该是香港制造 当然他被很多人都骂爆 你是不是傻的 你已经夹手夹地 把香港变成一国一制 那怎么会不是中国制造呢 你觉得 香港的官员 是不是到现在 还未认清到这个大局 到底是发生什么事 邱藤华这些官员 他所说的东西 层次太低 不值得我去评论 是啊 好了 真的连说你也不值得 好了 多谢梦翁 希望我们一直都有客观 虽然有客观现实 但我们也有一个主观愿望 希望你好像 刚才你这样说 历史是不断重复的 其实今天发生过的事情 好像梦翁之前也说 其实历史曾经都见过 当你那个大事不在的时候 其实是一个很危险的一个景象 希望可以缘崖临马 多谢梦翁 多谢大家 下次再见 OK Fran cat 好